新北市汐止区达同路车流量大在上班的尖峰时段 也规划了通往台北方向的调拨车道 但是因为车辆进了调拨车道就只能执行 不能够转换车道也不能转弯 因此使用率偏低 因此新北市医员廖先祥就邀及会刊 希望在新台五路口开放调拨车道也能够左转 借此提高使用率 虽然是平常时间汐止区达同路 新台五路口的车流量还是很大 更别说是上下班尖峰时段塞车情况更严重 虽然在早上7到9点规划了往台北方向的调拨车道 只是几年下来使用率一直偏低 问题就出在许多大同路的车子到了这个路口 都是要左转走新台五路上高速公路 只是调拨车道不能转 相对的使用的人少 没有办法分担主线道的车流 因为大同路左转的车也非常多 那如果说调拨车道也左转的话 那其实是感觉起来相对安全的 所以今天我们来评估说 是不是把我们从大同路一段286项 到新台五路这一段 他走到新台五路口的时候 改成紧左直转 不要让他执行 因为现况也没有人在那边执行的 那也避免现况这样子走的人 那被取缔违规 调拨车道起点是在大同路一段286项 也就是靠近新台五路口 而终点则是在南港 只是进了调拨车道 目前只能执行 到了台北市端的终点 只能左转都是问题 因为想执行又或者是 右转经贸一二路的车子都不能走 所以议员廖先祥也建议 在民权监口就开放车子 能够切入原来的主线道 使用率是相当的低 所以我们建议说 我们是不是能够在 我们这个民权街口这一边 让调拨车道车子 能够在这边切回原本 我们大同路 往台北方向的这个车道 让他能够转这个 想要走经贸一二路 或者是执行南港路的人 他也能够走我们的调拨车道 苏解我们原本大同路的车流 分担一些到我们的调拨车道 不管往基隆或往台北的车流 其实量都蛮大的 那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增加 调拨车道的使用力 在还没有交通局还没有正式 让调拨车道在明权街 可以汇入主线车道之前 请各位用路人 在新手调拨车道的时候 不要你不要变换车道 不要汇入主线车道 因为目前还是属于 违规的一个行为 目前走调拨车道的规定 就是只能执行 让中间两个大路口 想要走右转的车子 根本都不能走 否则只能违规 所以当天也请交通局 带回去演绎提高调拨车道的使用率 疏解大同路庞达车流 就从慧林细致采访报道